这就是用于途律的时间 万表流行力 天书接地气 大家好 欧米加要服务好自己的两类客户 一类注重品牌的历史严格 另一类青睐于欧米加的现代设计 这让自己的粉丝也能带上最一流的复材功能万表 三问自然是首选了 用同一款机芯两个款式解决了两类客户的需求 欧米加奥林匹克1932计时三问表 欧米加超霸系列计时三问表 两款表用的都是欧米加1932同舟至真天文台机芯 现在有个问题 三问表的贵金属悖论 欧米加是怎么解决的 欧米加弯道超车需要克服几个计 姿态如何 欧米加奥林匹克1932计时三问表 是把欧米加历史上两款里程碑式的重要作品巧妙结合了 一个是1892年推出的三问报时万表 另一个是1932年欧米加洛杉矶奥运会正式计时所使用的计时怀表 这表标志着品牌担任奥运会正式计时的优久历史的开端 早在1892年欧米加的创始人Louis Brandt 研发出了全球首款带有三问功能的万表 三问这个复杂功能实际上是由英国的一位计表师 在18世纪中期研发的 但当时是怀表 而1892年的三问是万表 这款表也标志着质表业万表的诞生 看过我们前面视频的朋友可能会问 不对啊 1904年的那个不是首枚万表吗 你问对了一半 因为欧米加1892年这款三问表 不是怀表的标准表尔 而是两个表尔 所以是标准的万表 十多年之后 万表时代才正式拉开序幕 顺便说一下 这个三问万表的基心是入山谷做的 总之1892年欧米加做出的全球首枚三问万表 是新款的奥林匹克1932计时三问表的灵感来源之一 另一个灵感就是1932年欧米加洛杉矶奥运会 正式计时所使用的计时怀表 表壳是赛格纳18K金 大明火法郎表盘优雅复古 配得上1892和1932这两个里程碑 内表圈和小表盘是925银 内表圈手工激楼 小表盘则呈现欧米加独有的声波图案 代表着塞德纳18K金极新 加版阴锤阴黄和表壳所发出的 和谐的计时三问声波 手工激楼是一个很古老的手工艺 目前只在更高价位的文表上见过 其他的说是激楼 实际上是激楼文样 未必是手工的 Gioche Man 欧米加没用常见的激楼样式 而是一种全新的风格独特的 有建筑线条感的激楼图案 声波纹 12点位和6点位的小表盘和分钟圈 都是这种激楼文样 与常见的巴黎丁 Clou de Paris相比 声波图案多了一些温度 少了一些冰冷 这个声波纹激楼啊 背后有一段非常曲折的历程 两条交叠的正弦曲线 代表着两种暴时音高所形成的音色 欧米加面临三大挑战 一 计时三问 二 全金机芯 三 能装进超霸表壳内 这个总设计师啊 因此都脱胎换骨了 就差立地成佛了 方案1.0是这样啊 三问加计时 这足以彰显欧米加的机芯研发实力了吧 欧米加以前做过驼飞轮 但这次是三问加计时 但这个方案被CEO打回来了 理由是 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的计时表 已经带追真了 方案1.1 三问加计时加追真 方案又打回来了 理由是 欧米加的一部分客户是超霸的粉丝 得体现出超霸的神韵 设计师暗暗地想到了一个 很恐怖的解决方案 莫非老板想要让三问报计时的结果啊 CEO心知肚明 结果就是方案2.0 计时三问 就是用三问爆出计时马表的读数 你没听说过 这就对了 因为中标史上没人做过这个 这意味着 现有组件进行修改 无法满足创意设计的需求 只能从零开始 三问追真计时 都属于中标复杂功能的天花板 一般都出自瑞士顶级品牌群落之手 我们以前的视频聊过顶级品牌群落 欧米加敢碰三问就得硬钢顶级群落 因为三问mini repeater作为传统的顶级复杂功能赛道 抢手如铃顶级品牌形成了自己的护城河 把现有的复杂功能组合或者叫叠加 但是这个对欧米加G13问不适用 因为这个大复杂机芯要能装进超霸的表壳里 这倒逼设计是器用原本可以借鉴的G10叠加三问 所以比叠加更难 中标史上一般都是先打造主家版 这相当于汽车的底盘 然后制表大师在上面示展18般武艺 把能想到的复杂功能叠加进去 夹着夹着夹不动了 要么是空间不够 要么是动力不足 而这个欧米加1932同轴制真天文台机芯不是叠加 而是将两个功能融合或者叫集成 还记着我们之前讲计时表躲坑的视频吗 学坏容易学好难呀 集成的复杂功能本身就是一道门槛 而史无前例地让三问爆出计时的结构 得得罪多少指标师啊 没办法 三问和计时包括追真计时 本来已经是顶流的复杂功能了 集成在有限空间里难免会出现排异 为了防止排异稳定工作 只能再开发一个特殊的机械大脑 来融合各项功能 设计师跟欧米加的产品副总裁通了个电话 咱们的同轴群众系统必须有所突破 怎么突破 是不是振频的问题 你想达到十分之一秒精度 振频必须达到5赫兹啊 而同轴群众呢能保持相对稳定的频率是3到4赫兹 这个我来搞定 这个计时功能本身就很复杂了啊 如果再加上追针 还要用三问报计时的结果 你可以这样 增加三个报时突轮 两个防护功能 这个功能可以防止误操作 没错 还有吗 还可以加一个追针功能 不能是模组的 而且还得保证制针天文台标准 抗磁15000高磁 但这个要求 就得50个非受磁组件 后来 你也看到了啊 17个创新专利技术 涉及1932机芯的功能 防刺技术和腕表外部零件等等等等 咱们说说机芯做工啊 机芯不仅是技术创新的奇迹 也是精美的艺术品 加版是塞德纳18K斤手工打造 打磨是satinate断面工艺 有些地方是镜面抛光 目前只有少数顶级品牌 比如FPJ采用贵金属做机芯 欧米加机芯里的黄金 大约有一两重啊 确切得出是46.44克 赏心悦目 话说欧米加希望给客户一个尊贵体验 所以方案2.1规定 机芯必须是全金的 加版是欧米加独有的塞德纳18K斤 连音锤也是 那么音锤会不会敲变形 敲出来的声音会不会发闷 虽说塞德纳18K斤是欧米加独家研发的特殊合战 在色泽硬度等方面都胜过普通的18K斤 但做乐器的音锤 靠谱吗 设计师在表圈也是很权威的 一听这个他又抓狂了 明响万表一直有一个贵金属悖论 要想声音好就不能用贵金属 因为贵金属的声学性能不如钢或者钛 要不怎么说钢琴是乐器之王呢 没听说金琴吧 设计师嘟囔了一句 哎不怕CEO学问钱 一回头发现CEO就站在门口 吓他一身冷汗 心想这下完了 我得回家卖乐器去了 顺便说一下 设计师家的买卖是琴行 CEO没发怒 接了他的下半句 不怕CEO学问钱 就怕设计师腿脚软 CEO说 当初那么多人应聘这个位置 我用你就因为你喜欢玩铁人三项啊 说完走了 这时候外边也下雪了啊 原计划的五公里跑也泡汤了 后来 结果是欧米加这个机芯 可以说就相当于金琴了 金色阴锤 不仅色泽雅致 敲击时还能发出悦耳动听的声音 这里面的黑科技是什么呢 银锤上有个硬化的钢插件 银黄被固定在腕表表壳上 而不是机芯上 让中乐生最大优化 致敬奥运会和其他体育赛事上 欧米加终点中在比赛最后一圈时 冥想的终声 这种青铜时代的祭祀方法 被欧米加一直传承至今 金锤试验成功 此时的设计师又想起了CEO接的那个下句 不禁对CEO另眼相看 还有更夸张的呢 这款机芯的音黄也是赛德拉金的 那声音能好听吗 提出这种质疑的都是资深表明 判断声音好坏有多个维度 我理解啊 欧米加更关注和谐而不是音墙 如果追求音墙 那应该使用钢制音黄 再配合金刚或者钛金属表壳 那是再省事不过的了 但是 传统三文表的机芯 加板是黄铜 阴黄是钢 表壳可能是黄金或者是钵 这样总共会涉及三种属性各异的材料 相互混搭在一起 如果仅使用塞德纳18K金 那么音质会十分的和谐 表壳是塞德纳18K金的 而阴黄是单体双阴黄双阴锤 阴黄与机芯脱离固定在表壳上 而传统三文表的阴黄 一般都是固定在机芯上的 用18K金螺丝 把阴黄固定在表壳上 通体采用同一材质 创造最和谐的阴质 金壳 金机芯 金阴黄 金阴锤 金螺丝 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啊 CEO说 金螺丝 我都没想到 如果没有塞德纳18K金 或许欧米加也绕不过 三文表的贵金属悖论 塞德纳18K金的硬度 可以达到250为适硬度 比普通K金硬 在金质材料中 应该算是首屈一指 真可谓 得塞德纳者 得天下 表备 卷客有 Official Timekeeper of the Olympic Games 抗议会正式计时 还有 Coaxo Master Conometer 同舟制舟奇闻台 和万表编号 棕色皮带 搭配塞德纳18K金表扣 配备全新的表袋快拆系统 特别定制的表盒内 还多出一条皮表袋 和两根皮绳 万表轻松变身 怀表或者挂表 奥运会及时元带的那种 如果考虑日常佩戴的 即时三文表 那就是装备同样机身的 超霸系列 即时三文表了 据CEO说 这款表的订单明显比较多 表壳也是45毫米 塞德纳18K金 设计连感来自第二代 超霸万表 CK2998 这是一枚极具纪念意义的 高级复杂工的万表 致敬六年前 也就是1962年 超霸CK2998万表 陪伴宇航员执行水星任务 成为首枚进入太空的 奥米加万表 CK2998的特点是 更正装化 对称表壳 竖直表耳 表链采用相同材质 其设计灵感源自 著名的尼克松表链 尼克松是感人的 表盘结合了蓝色 沙金石和大明火法郎 手指而成 有闪烁的效果 内表圈和小表盘 都是塞德纳18K金 内表圈是激楼的 小表盘是有独特的声波图案 小时刻度 时针和分针 也都是塞德纳18K金的 钻石曝光 精致闪耀 小表盘的指针 复以蓝色CVD图层 与尖端复以红色的 中央计时秒针 相应程序 表盒的配置跟奥林匹克 表管差不多 特别定制的胡桃木表盒 表盒内设有 云山木制成的 共振板 能够增强万表的 即时 暴时的韵律 音调 和声 以及时长 呈现出更为华美的音色 价值上亿的小提琴 比如斯特拉迪瓦里 必须是用来自 瑞士入山谷的 黑素森林的云山 买表还送一月去 OK 欧米加这两款表和机芯 就先介绍到这里 你喜欢吗 欢迎把你的意见告诉我们 谢谢大家 下次见